各位学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11章收入费用和利润 好 我们先来看考勤分析 2017年本章教材内容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将之前的第17章政府补助调整到本章了 那么还有呢 是以前的第18章借款费用 调整到第11章收入费用和利润中去了 部分内容重新编排了 那么增加了代理进口业务的会计处理 那么这个处理要求上净额法来进行确认收入的一个例题 但这个例题我顺便说一下啊 这个例题在教材当中它是放最前面的 也就是说它放到前面来说的 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 我把这个内容我给放后面了 放到收入内部内容了 所以这样呢便于大家去学习和理解 所以我把页数告诉大家 这个页数在哪呢 是在250页 这块有一个例11-1 这个例题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我后面也讲了 后面我讲案例是按照中国证监会 会计部编写的那本解析来说明的 好这是一个啊 那么再一个内容呢 在我们教材当中呢 还增加一个例题呢 是250页11-2 这个内容涉及到政府补助 但这个内容我也放到后面了 但这个例题不再讲了 因为后面跟他重复内容 好这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安排的问题啊 好接着看 所以这块内容增加了例题 实际是案例啊 提供劳务收入 这份内容增加了网络游戏 开发商收入确认的例题 这份内容到底是按照商品销售收入 还是按照提供劳务 现在明确规定 属于提供劳务了 好 BOT业务增加了两道例题 那么这两个例题呢 实际上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 但今年我们要还要接着讲 此外政府补助 这份内容完全是按照新的 会计准则来写的 那么这新的会计准则 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 但是我们教材按照这个内容来写了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两句话 第一句话 我们今年教材变动最大的 实际性变动最大 就两个问题 那么这两句话 一个就是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政府补助 就这么两个问题 好 那么增加了三道例题 那么政府补助会计 处理按照准则 修订 征求意见稿 来进行修改的 也就是说 实际按照新的准则 那么来处理的 比如说这里涉及到了 政府补助当贴息的处理 有两种处理方法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呢 涉及到政府补助 在核算的时候 与资产相关的 与收益相关的处理方法 在这也改变了 好 我们后面要 把这个内容 要作为重点来给大家讲授 好 再往下接着看 本章是历年考试重点 客观题主要是考察 收入的构成内容 期间费用 那么期间费用 三个期间费用 营业外收支 还有借款费用核算 以及现金折扣核算 那么主观题往往是和 会计差错更正结合在一起 出大题的 那么考点是 商品销售 提供劳务 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那么 其中在我们筑块当中 几乎年年必考的是 商品销售收入 那么建造合同在小题中 经常会考到的 提供劳务 这两年考的也非常多 好 那么2016年继续出现 差错更正的这种题目 所以和收入结合在一起 所以差错更正 我说过了 无外乎要结合两个 那么一个就是收入 一个就是货有事项 也就是13号准则内容 货有事项 此外借款费用 主要是和固定资产等张铁 结合在一起 出现什么呢 主观性题目 好 这是考经分析 好 那么第一个支点 商品销售收入的会计核算 三颗心 好 历年考题 涉及到本支点情况 那么主要内容是 既有客观题 又有主观性题目 那么在这张内容当中 综合题提形的形式 外乎两类 第一类 给定基金给有编分路 这种又在机考前出过 机考后没有出现过 那么第二 就和差错更正 现在目前 主要是和差错更正结合 外乎两种情况 好 第一 一般商品销售收入的 确认的核算问题 好 在讲之前 我先讲额外问题 那么我在这 本来想制作一个片子 制作片子 那么来说明一下 这个新的准则内容 但是因为我们应试考试 所以没有必要在这 花那么多时间 让大家看这些东西 没必要 但是我想说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新的准则 也就是说 那么将在2018年 修改和颁布 我目前知道是七个准则 那么七个准则当中 变化最大的 一个收入准则 那么在一个金融工具 就22号准则 金融工确认计量准则 这两个准则 一旦真的要颁布以后 修改以后 那么很多内容 真是颠覆性的内容 真的颠覆了 很多内容处理方 全都变了 那么涉及到教材内容 也都变了 那么这是一个 所以我什么意思 赶紧考吧 17年赶紧考吧 考完完事 你知道吗 18年变再变吧 17年我过了就完了 那么第二 我举个例子啊 我以为要举个例子 那么就是在16年的时候 16年底的时候 我们需要请了这个中国证监会 会计部啊 副主任 焦晓宁主任 来过我们研究生讲课 我去蹭听讲 蹭听说 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 说什么问题 说我们国家目前的收入准则 用的什么观点 用的是风险报酬转移关 和国际块准则一样 那么现在国际块准则修改了 那么叫做什么 控制权转移关了 在这种情况下啊 很多理念都变了 特别涉及到什么呢 通讯行业 通讯行业 比如说中移动啦 中国联通啦 中国电信这一类的行业 好 那么这是一个 再一个 很多处理方法 按照现行的会计制度 也按照没有变化的会计准则啊 那么很多处理方法 可能两种到三种方法 但是新修改的准则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种方法 那么这个 焦晓宁主任 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我也拿出来说一下 我们在这也就是 让大家知道 我想在这说一下 让大家知道 他举这么一个例子 说我手里拿着东西啊 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啊 是炮瓷机 炮瓷机啊 那炮瓷机刷卡用的 对吧 我是卖炮瓷机的 我这炮瓷机多少钱啊 我先告诉你 说个假定数啊 说个假定数啊 那么是为了简化啊 那么我这个成本是多少 成本100 成本100元 我假定啊 实际上不准数啊 为了好算数啊 成本100 卖多少 卖80 售价80 卖亏了吧 卖亏了 好 卖亏了 然后合同约定啊 我把炮瓷机卖给你以后 然后你不刷卡吗 对吧 用户要你刷卡 刷卡按照刷卡的金额的一定比例 那么要支付给我 支付给我 比如说相当于什么呢 分享收入都可以 反正按照刷卡的一定金额 那么他返还给我一定的金额 好 在这种情况下 我快处理怎么处理 成本是100 卖亏了 卖80 那么亏20 我怎么处理 按照现行的会计制度 或快准则来讲 实际有两种处理方法 但是按照新颁布的啊 以后2018你要执行新准的 可能就会一种 那么这是 焦主任给我们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那么说到 说这个内容 事务所举的例子啊 事务所向焦主任请示 说这块有六种处理方法 让他选择哪种方法符合现行的 啊现行的 也就是说啊 2017年以前的这个准则 那么他给我们解释有两种 有两种 符合的 那么这两种符合 第一种就是 就是按照现在的金额处理 就是确认收入 减准成本 亏损的20万 亏损20万 亏损20万呗 那么以后 以后收钱了 按照劳务原则处理 这是第一个方法 他说正确的 第二个 这一波内容 卖亏损这一波内容 确认为资产 什么资产 一刻我们不管他啊 他有两 他给我说两个 咱们不管他 确认为资产 以后收钱的时候 你后面还收钱吗 收钱的时候 再去摊销 所以资产再摊销 那么有两种处理方法 但是以后 可能是一种方法 哪种方法 他没解释 我们不管他了 所以我就想说个问题 准则修改以后 新的准则修改以后 那么这块变化内容 应该是 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赶紧考 考完事 我们现在所讲的 这幅内容 没有按照新的准则 因为教材没有改 既然教材没有改 我们就不会改的 因为一般年才执行的 所以我想在这里头 强调内容就是说 现在还是按照 现在的准则学习 但是增值税的内容 要注意 因为增值税的内容 财政部已经颁布了 所以要注意 结合增税处理 好 先我们来看 一 一般商品销售收入的 会计核算 那么会计核算的时候 一般来讲 我们记住考试时 确认收入同时 马上转成本 一般两笔分钟 我后面讲三个 第一 确认收入时 借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银行存款等科目 待寄主营业务收入 待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销向税额 好 第二 同时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同时借存货 第二 准备扩存商品 第三 如果设的流转税的时候 借记税经济附加 待应交税费 我们已经说过这科目了 这科目已经说过了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重点在这 三颗心了 就在这 具体的快速处理 插错 如果跟着考 就在这出题 出色别多 第一 脱收成付 脱收成付方式 第一 脱收成付方式 销售商品的处理 那么块一 且通常应该在发出商品 且办妥脱收手续时 确认收入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 如果商品已经发出 且办妥脱收手续了 但是有各种情况 与发生商品所有权 有关的风险报酬 没有转移 没有转移 那么在这 就办当确认收 但开了发票了 你可以确认销项税额 好 我们举例来说明 甲公司为一般纳税 适用的增税7% 我们在这不考虑 简易计税 也不考虑小规模纳税 我们还是用一般纳税 好 甲公司2017年3月6日 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开除增税发票 价格是3000 税500亿 货款尚未收到 商品已发出 成本是2600 好 那么甲公司 17年3月6号 快处理如下 我们在这 确认不确认收入 当然确认了 好 所以前面收到 借应收账款 含税金额3510 代计主营业务 收入是3000 同时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消用税500亿 然后同时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计库存商品2600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缺一 2017年3月6号 甲公司在销售时 已经知道对方发生 财务困难了 那么为了减少存货机 同时也是为了维持 与对方的长期建立的 商业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发货了 而且办妥了 脱收手续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风险报酬 并没有转移 所以在这 不能确认收入 不能确认收入的话 商品发出了 所以我们要走一笔仗 借发出商品 代计库存商品 2600 发票开了 发票开了 如果发票开了 借应收账款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消享税费 好 提醒一个问题 该也属于我们前面所讲的 按照增值税制度 确认的增值税 纳税义务 发生失点 早于按照国家统一 跨移制度 确认的收入和利得失点 在这种情况下 说白了 和以前的账户处理一样 没变化 没变化 所以在这发票的时间 先开的 收入后确认的 和以前一样 没变化 记住情况 好 全二 8月5号 假公司得知对方 基金创好转了 承诺进去付款 那么承诺 这个承诺 基金付款 是8月5号承诺的 8月5号 确认收入吗 确认 所以借应收账款 带助营业务 说不含税收入 同时确认收入 马上转成本 借助营业务成本 代际发出商品 好 9月16号收到货款 再借银行带应收 含税金额3510 好 这是我们讲第二种情况 这是第一 第二 销售商品 如果涉及到商业折扣 现金折扣和折让的 这个内容 第一 我们先说商业折扣 所以商业折扣 就是我们实物中所讲的 打折 那么也就是说 商业折扣 是发生时 直接扣除即可 所以它不影响 销售收入的计量问题 直接扣除 直接扣除 那么比如说我 我这卖商品 我打折 比如说九折 九折商业折后 不就10%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买我东西 那么你给我多少钱 那么假定100 九折 那我就收九十呗 你给九十不就完了吗 第二 现金折扣 收入确实不考虑现金折扣 按照合同总价款 全额计量收入 现金折扣 以后在实际发生时 直接寄有当期财务费用 好 借记财务费用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蒋公司和乙公司 均为一般纳神 适用的增值税率7% 2017年3月1号 蒋公司向乙公司销商品 按照价目表中 标明的价格计算 其不含增值税的 价款是1000万元 因为属于批量销售 所以同意打折8折 20%商业折扣8折 同时为了鼓励对方 早点给钱 所以蒋公司规定 现金折扣条件是 10天的付款 2%折扣 2天的付款 1%折扣 30天的付款 没有折扣 好 假定 3月10号收到了 3月10号 3月1号 10天之内 好 那么以公司呢 作为商品购入 取得增税专用发表 但当月尚未认证 那么认证期大家都知道 180天 对吧 180天 在15当中 我说15啊 15当中很多企业 我曾经学生过 说过 我们现在有增税发表 今年啊 这个月份啊 进相说的太大 我先不认证 可以吗 可以啊 下月 下月计养税额 那么傻了 那我下月 我再认证 可以吗 也是可以 这15中的操作 我们在这儿告诉你 上位认证 因为准则 在这儿规定科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知道打出来了 我们先来看 假公司里边 假公司里边 3月1号 确认收入时 所以带助营业务收入 那么是 1000乘以8折 80% 那么就是800 带应交税费 销项税额 800乘7% 136 那么上面 借应收账款 那么1000乘以8折 再乘以1.17 含税金额 936 好 这边呢 那么3月1号的时候 借库存上面 按含税金额 走是800 1000乘以80% 同时借应交税费 带认证 进项税额 136 取得增税发票 但上没有认证 然后带应付账款 936 好 以后再转到进项税 那个就知道了 好 照下接着走 下面这个内容 收到货款时 那么处理方法 两种方法 第一按含增税金额计算 第二按不含增值税的金额计算 两种方法都考过 就第一种方法 按含增税的金额计算 我们住会儿只考过一次 只考过一次 所以借银行存款 多少钱不知道 借财务费用 那么应该是800 乘以1.17 再长以2% 含税金额2% 时间内2% 是18.2 带应收账款 936 那么这边呢 是差额倒计出 借记银行存款 917.8 好 这边呢 同理 这边借应付账款 936 带应收账款 917.8 带财务费用 18.72 这边借财务费用18.1000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住算是考的时候 通常用第二种方法 按不含增值税的金额计算 所以借财务费用800 乘百分之上 没有再长1.17 是16 好 这边带财务费用16 然后这边带应收936 这边借应付936 那么这边呢 是借银行 这边带银行 好 那么金额自己看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 一个例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看是不是特别简单 两分 是不是白银拿了两分 甲公司为一般 选 适用的增值税 7% 14年11月20号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 价款200 税 是34 当日 商品运抵对方了 乙公司在验收中 发现有问题了 经协商同意给3%的折让 同意给3%的折让 好 为了及时收回货款 那么又规定现金折扣条件 10天内付款 2天内1% 30天没有折扣 好 再来看 那么乙公司在 24年12月8日支付了 扣出折让和现金折扣后的货款 那么收到了 那么我现在问 甲公司应该劝着收入多少 确认收入多少 收入确认我们说过了 第一个 我们要注意现金折扣 在收入确认是考虑吗 不考虑 现金折扣收入确认不考虑 但是折让考虑吗 折让是考虑的 那么这道题有折让吗 有折让 有折让3% 所以这个折让是影响收入确认的 那么这个要扣掉 注意要扣掉 不扣不行 所以折让本身和收入的确认 应该是没有直接换扣了就完了 扣除就完了 因此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看一下 那么 企业确认收入需要考虑 折让后的金额计量 那么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价款200 3% 那职业厂一减3% 不就完了吗 现金之后考虑吗 不考虑 现金折扣应该是在实际发生 是在考虑 所以之后算出194 白给分吗 非常简单 这两份白拿 好 再看14年考题 那么 X24年3月1号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5000件 每件售价20元 甲公司和乙公司为一般纳税人 甲向乙销售商品的时候 给10%的商业之后 大折 9折 现金折扣条条件 注算计考从来都是比例 从来都是比 没换过一次 并 带电运杂费一般 先问一下 带电运杂费 带电运杂费一千 带电运杂费一千走哪 进入应收账款 对吗 应收账款对吗 对的 所以前面说到情况下 就应收账款 金额一共几个金额 三个 不含税的价款 第二个增值税的消耗税 第三带电运杂费 都是就应收账款 好 公司超4年3月15号付款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问 确认收入的金额是多少 确认收入金额 说完了 和现金之后 没有关系 百分之商业扣掉不就完了 这不九折吗 对吧 九折吗 所以来看一下 非常简单 所以是 五千件乘以每件售价是二十元 然后扣掉百分之十 也就是乘以百分之九折 算出是九万元 现金之后 实际发生时 才走 潮污费用的 代替拿费 是既有应收账款 和收入券 没关系 不也百给分吗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好 再看第三个问题 销售折让 销售折让 发生在收入确认之前的 我们珠块卡过 之前的 捉拔了 收入确认了吗 没确认了 没确认了 那么好了 发生折让了 这一块 你刚刚说过了 就是商业折扣 就是按打折原则处理 按打折原则处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销售折让 发生在收入 已经确认之后了 那么 直接充减 当期的收入 比如说 八月份 销售的 十月份 发生的折让 充十月份的 收入 充十月份的 销向税额当 第三 销售折让 发生在收入 已经确认之后 且属于资产贷代表 日后事项的 那么按照日后 事项原则处理 充电报告年度的收入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 计算题 假公司 唯一般大税人 增税百分之七 一 16年11月28日 假象以销售商品 开出增税发表 价款800 税136 成本500 货款已经收到了 所以借记银行所 含税金额936 代记主营业务收入800 代英雕税费 英雕增税 消降税136 同时第二笔分路 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记库资产商品500 这没有难点 对吧 好 那么假的一 那么16年12月28日 发生折让了 那么充减怎么着 充减12分的收入 我说对吗 对的 同时充减销售成本 对吗 错了 折让不充成本 折让不充成本 所以只充减12分的收入 借主营业务收 800到5% 5840 同时借英雕税费 英雕增税 消降税 40乘17% 6.8 代银行算 我先退回去就可以了 所以说 什么时候折让的 充什么时候的 这个月的收入 和消降税 就可以了 那么假定 第二年2月份 发生折让的 那么上年16年 草务报尚未爆出 那么作为资产费代表 日后事项的调整事项处理 所以借主营业务收入 不能借了 改借这科目 借以前年度 审计调整 还是40 其他分路一样 然后再借记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消降税费6.8 代记应收账款 在这注意 不能代记银行存款 因为日后事项不允许 调整 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资产费代表中的货币思想不能调 第二件事现金流量表不能调 所以用这个拥有账法来替代一下也可以 好 第二个问题 第三销售退回 也三种情况 第一 如果没有确认收入 售出商品发生退货了 那么收入还没有确认的 那么只需要将发出商品再转回到库存商品中去 所以借记库存商品 代记发出商品 那么第二 如果收入已经确认过了 后来又发生退货的 那么直接充减当月的销售收入 比如说8月份卖的12月份退货 充12月份的 什么东西 看好了 收入 还有什么 第二个 增值税的消费税 第三个 成本 可以吗 如果有操费费用的话 一并调整操费费用 比如现金之后 是的操费费用 一并调整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造效者 第三 如果说收入确认过了 又发生退货了 属于资产费代表日后事项的 那么调整报告年度的收入成本费用 好 我们来看计算题 假公司为一般是一 假公司在16年11月18日 向义公司销商品开出增税发票 价款500 税85 商品已发出 成本是260 为及时收回货还 那么合同约定 10天的付款 2% 2天的付款 30天的付款 没有折扣 好 假定计算现金折扣是不考虑增值税 那么第一 分路 借应收账 含税金额585 代主营业务收入500 代肖项税865 同时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记库存上面260 这都不难 第二 假定11月28日收到货款了 那么10天内 别忘了有现金折扣 现做实际发生是借财务费用 所以来看一下 借财务费用是500 不含税金额 乘以25% 一时代应收账款585 差额借银行算575 好 三 假定12月26号 该批商品 因为质量问题被退回来了 所以应该充减12分的 收入成本费用 好 那么假公司当日支付了 有关款项 并且已经取得税务机关开具的 宏字增值税 专用发票了 然后该有不属于日后思想 所以充减12分的 充减2016年12分的收入 等有关内容 借主营业务 收入500 然后借应交 税费 向税85 然后呢 财务费用 再是一并条 代记财务费用 原来借财务费用 代财务费用 差额 注意 收多少钱 退多少钱 那575呗 不就575吗 所以原来收过钱 收过钱了 所以在这给我贷回 贷掉 贷掉 贷记银行策贷掉 贷银行策 575 然后同时 转成本借库尊商品 贷记作营业务成本 260就可以了 好 在这额外提个问题 额外提个问题 这一块 退钱了 贷银行策贷 要没退钱贷什么 没退钱贷什么 没退钱贷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真是个麻烦事情 从理论上讲 也就是从快学原理角度来讲 这一块 最不应该带的科目是 应付账款 最不应该带的应付账款 告诉大家 但是 注算是考题 真的走过应付账款 他标准 走的应付账款 真没办法 所以说 最不应该带应付账款 应该带什么 应该走的是应收 预收 你都可以 哪怕走 其他都可以 但最不应该走应付 所以 考试考过 他走应付 因此 教大家一种方法 考试时在这 如果钱没给的话 你这选择答案 第一答案 选择应付账款 第二答案 括号 括一下 括号 括什么 或者是应收账款 预收账款 括完 让月卷老师挑去吧 为什么 因为标准答案 很多情况下 是不止一个答案 真的是很多答案 那么只要碰到一个 那你就能拿到分 你知道吗 没办法 只能这样 你看他真正的标准答案当中 有时候好几个答案 用括号形式来列 那么四 假定 假定17年1月26号 资本不代表日后事项期间了 那么被退回来了 然后呢 当日获款支付了 并且取得税务机关开具的红紫发票 属于日后事项吗 属于 所以分路 借助营业务收账不能借了 这条去年账 所以借助营业务收账 换成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金额500 先把贷账务费用不能带来 改贷以前 借以前贷以前 差额 借以前490 同时借营交税费 肖像税85 贷应收账款等科目 这块注意 不要给我贷银行存款 日后事项不允许调整货币资金 商品入户 借寄库存商品260 贷寄主营业务成本不能贷了 改贷以前年度 省意调整260 然后在这 充减营交税费 借营交税贷 贷以前 那么也就是 这个419 借以前 这还带个以前 419-260 括号 长25% 57.5 调整所得税 好 这是一个问题 第四 代销商品 代销商品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适当买一段 一种情况呢 是收取守卫费 这种业务在现实收获中 这种业务非常多 下面我来看 第一 适当买一段 适当买一段又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协议明确标明 受托方在取得代销商品以后 无论是否卖出 是否获利 均与委托方没关了 刷版了 我卖出去了 不能退货了 不能退货了 那么风险报复转移了吗 转移了 在这种情况下 确认收入吗 确认收入 所以一定要就确认收入 好 那么这种题目 以前真的多少年都没考过 2014年首次出现这次考题了 好 现在看四小题 甲公司委托乙公司 销商品100万件 协议价每件一元 成本0.8 那么协议规定 乙公司在取得代销商品后 不得退货 看见了 不能退货 好 那么甲公司开出增税发票 好 那么乙公司取得后 增税发票 尚未认证 知道怎么了吧 知道了 我就强调一件事 第一 这边确认收入吗 确认收入 这边作为商品购金处理吗 作为商品购金处理 说完了 当成两个业务 销商品 销商品质处理 够将购金处理就可以了 具体看 借应收场 含税金额117 带主营业务收入100 带销项税17 同时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记库存商品80 这边借库存商品100 同时借应交税费 带认证进项税17 带应付 可以了 好 第二种情况再来看 那么如果将来受托方 没有将商品卖出去 或者说可以将商品退回来 没卖出去退回来呗 这一种情况 还可以什么 你卖亏了 卖亏了我给点补偿 好了 那么委托方怎么处理 受托方怎么处理 来看 我们先看委托方 委托方记住 一定是在收到代修清单时 怎么着呢 确认收入 同时转成本 好 在这边 那么受托方呢 那么怎么办呢 第一 不做商品购金处理 那么第二个呢 对外销售时 才能确认收入 那么这个收入确认的时候 这个价格可以变更吗 可以变更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好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收取手续方式 那么委托方怎么处理 委托方仍然是在收到代销清单时 确认收入 同时节转成本 而受托方呢 那么第一个 不做商品购金处理 那么第二个呢 对外销售时 那么不能确认商品销售收入 但是要注意可以确认手续费收入 所以收入不能确认 可以确认什么 应付账款 而且这个销售价格是不能变更的 那么手续费收入是可以确认的 这是收取手续方式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计算分析题 A公司和B公司均为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率百分之七 A公司委托B公司销售假商品一百万件 协议件每件是一百元 成本呢每件是六十 增值税百分之七 16年9月30号 A公司发出商品 至年末已经卖掉了十万件 年末收到代销清单 那么告诉我卖掉十万件了 好 17年1月26号收到了货款 那么两个假定 第一个假定 协议规定 B公司可以将没有代销出去 商品退回来 可以退货 那么对外卖的价格 他可以变更 他可以卖一百 第二种情况呢 A公司按售价百分之十 向B公司支付手续费 好 提神 那么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委托方怎么处理 一种受托方怎么处理 我们都要讲的 委托方 受托方 这第一 那么第二 两种具体情况 我们还要分别说 一种适当买段 一种收取手费 我们都先看A公司 A公司 A公司适当买段和收取手费 好 第一个 16年9月30号 发出商品时 那么确认收入吗 不确认 因为风险报酬 没有转移 带商品发出去了 所以借记发出商品 代记库存商品 那么是100厂以60 100万件乘以 每件成本60元 算出是6000 那么两边分路基础一样 好 16年9月30号 资产分代表存货猎报警 还是6000 为什么呢 借存货带存货 存货账面价没有变化 好 那么第二 12月31号 收到贷销清单时 那么第一 确认收入 收到贷销 两边都可以确认收入 所以代记库存页业务 收入是10万件 乘以价格100元 那么算出来是1000 那1000成7% 贷应交税费 消税是170 上面借应收账款 1170 两边一样 好 第三 截转成本也一样 借库存页业务成本 代记发商品 两边一样 这两边都一样 好 再还要接着走 不一样的在这了 这边 适当买一段的没有分路了 而这边 收取守费的情况下 还单独一笔分路 借销售费用 代应收账款 那么按不含税金额的10% 那么计算出100 计入销售费用 所以说 左边和右边相比较 那么右手边在这多了一笔分路 多了一笔分路 所以我们注算是考试爱考这个 差错更正经常考 好 那么再来看下面的思考题 下面的思考题 在我们注算中考过 现在第一个 16年12月 资产负贷代表存活猎报金额 猎报金额应该是 截转了10% 还有90没截转 那么六九五千四 所以截转成本六百充掉 还有五千四没有截转 好 这边存货猎报金额也是五千四 两边一样吗 一样 第二 影响营业利润金额 这边收入减成本 收入 以前减成本是四百 这边影响营业利润金额是 收入减成本还减一百 一百什么 销售费用是三百 好 第三个 那么这边影响营收账款金额 那么就是1170 这边影响营收账款金额 1170还扣掉一百 就那销售费用那个 借销售费用带营收账款 充了一百 这边1070不一样 就这种思考题在我们猪块中考过 好 那么后来17年收到款项时 两边分路一样 借银行带营收金额不一样 自己看 好 这是A公司委托方 我们再看售托方 售托方处理也是两种 适中买断和收取准费 第一 9月3日上 收到商品时 不作为商品购金处理 所以分路是共同一样 借记 售托代销商品 代记售托代销商品 款 多一个字 款 那么是 那么是100万件乘以每件价格100 进价成本是100 算出来是1万 好 那么这样 资产负代表存货中猎豹 精度是零 为什么零 受托代销商品在存货项目中加 同时在减掉受托代销商品款 加一个减一个最终猎豹精灵 为什么零 因为这批存货不属于我们存货 属于代销的 对我们来讲没有产权 所以资产负代表不能列报 两边一样 第二个 那么B公司在适度买一段情况 对外销售时价格可以变更 变更的时候可以确认收入吗 也可以确认收入 所以代销行业务的时候 卖掉了10万件 每件价格他卖120 所以乘以120是1200 代销降税1200 乘以7204% 上面借银行1404 好这边呢 对外销售价格是不能改 改变的 所以我给他价格多少 给他价格是100 他只能卖100 所以在这 是10万件乘100是1000 贷应付账款 而不能贷收入走应付账款 同时贷销降税100乘80是17 上面借银行压有70 好 那么再看那边 这边确认收入了 确认收入马上转成本 那么借主营业务成本 10万件乘以每件的进价成本 100是1000 代计受托代销商品 商品 好 品充掉了 那个款字怎么充 转到应付中去 所以借计受托代销商品 款 代应付账款 1000 相通金额 那么这边不确认收入 同时也不需要截转成本了 所以只能自己跟自己充 借受托代销商品 款 代计受托代销商品 1000 好 再接着看 收到 增值税发票的时候 这边借计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进项税 代计应付账款 170 那么这边呢 也是借进项税 代应付账款 这两个样子 好 再来看资产负代表 那么16年12月30号 资产负代表存货列报金 一定是零 因为这一部分的资产产权 不属于我们的 那么这边列报金 也一定零 好 那么这边影响营业利润金额呢 来看一下是 收入减成本 收入减成本 确认收入减成本 而这边影响营业利润 金额是多少呢 那么这边影响营业利润了吗 到现在为止 这块没有 所以这块零 看见了吗 零 这边影响营业利润 金额是零 好 再接着看 这边支付货款时 借应付账款 带影响账款 应付账款 两个应付 往前看 哪一个应付 这一个应付 前面这还个应付呢 这一个应付 这还个应付 因为两个应付 所以是邀请 而这边呢 是支付货款时 在确认手续费收入 借应付账款 1170 代即 住营业务收入 或其他业务收入都可以啊 这块没有严格限制啊 代住营或其他业务收入是一般 那么差额 代影响账 支出去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例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背景资料 2016年 天猫双十一 全球 这个狂欢节 就12号 零点落幕 长交金额 最终锁定了 锁定的 创纪录的 1207亿 那么好了 这个内容 好说了 那么我们判断有关交易 是否属于销售业务 还是属于是代销业务 这个内容 是需要我们会计 直接判断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解释 那么 其他区分有关交易 是属于销售行为 还是属于代理业务 应该充分考虑企业与 供应商之间的交易 是否为独立于企业和客户 之间的交易的 另一项交易 那么该且是否承担了 所交易的商品和服务上 所有权的主要方向 报酬 恰当了判断交易中 我们到底是销售主体 还是代理人 我们销售主体还是代理人 所以且应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 判断有关交易中 属于是销售主体 还是这个代理人 如果代理人和销售主体 确认是不一样的 所以销售主体的 那么应该根据销售对价 总额来确认收入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如果代理的话 那我们应该按插额或手续费 这么来确认收入 不一样的 这个内容 作为这个电子商务来讲 现实生活中 电子商务 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曾经讲过一例子 这个例子 大家可能都经历过 就是京东 京东大家都知道 京东它其中有一部分内容 咱们比如说 咱们在京东超市上买个东西 你下了单以后 一般来讲当天就可以收到 因为我们学校就当天就可以收到 因为我们学校专门有一个 京东的一个送货点 特别快 你早上下单了 下班之前货到手了 好了我问他为什么快 他说这我们自营的 自营的 我在京东还买过一东西 一个星期后才收到 从哪发的货 从广东发的货 一个星期才收到 我问他为什么那么慢 他说这是我们代理的 不是我们自己经营的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如果买同样东西 那你还不是买我们自营的 自营非常快 而且有质量保证告诉我 你要是他代理的 那么他中间 他只收过手续而已 所以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我们也要进行职业判断 真的要进行职业判断 好下面我们再看一道综合题 这是14年考题 根据他改编的 那么这本身原题是考插测更正 但是我给它变成正常题目了 好下面来看 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税7% 甲公司尝试通过电商扩大 A商品市场占有率 甲公司与两个电商签订 两类合同如下 好先说第一类 第一类合同约定 甲公司按照电商要求发货 那么电商按照甲公司确定的价格 每件0.3万元对外销售 双方按照实际售出数量 每季末结算 没有卖出商品 有甲公司收回 可以退货 可以退货 好 那么电商所销售的A商品 收取提成费 每件 0.02 收取所需费 提成 每件 0.02 该类合同线 甲公司在15年11月1号 向电商 共发货是1万件 甲公司向电商 所发送的A商品数量 质量什么都符合要求 好 到了年底 实际卖出了8000件 发出1万件 卖了8000件 然后年末收到代销清单了吗 收到代销清单了 注明 卖掉了8000件 然后扣掉手续费 钱也收到了 也开了发票 成本每件是0.01元 好 这种情况是委托代销 那么这种委托代销 对于我们来讲 就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我们收取手续费 收取手续费 每件呢 也告诉我们了 是0.02 因此我们什么时候 确认 什么时候确认 收到代销清单时 确认收入 所以我们在这里 说甲公司 说委托方 不说受托方 我们还是讲委托方 因为考试是委托方用最多 来看一下 第一 发出商品时 借发商品代库登场 为什么呢 是收到代销清单时 确认收入 因为我们这讲的是 委托方 没有讲受托方 因为我们筑块考试 而且大多都考的是委托方 受托方 我记得考的很少 好 来看一下 所以10月1号 发商品时 风险报酬 没有转移 所以不能确认收入 借发出代库存 1万件 乘以每件成本是0.1 是1000 12月3日收到代销清单时 我们来看 卖出去8000件 乘以每件价格 告诉我们是0.3 好 那么是382400 带销项税 2400 乘以17408 然后再借销售费用 8000件 每件的首页是0.02 好 提成 好 160 插额借 银行数码 2648 然后 确认收入 马上转成本 借助营业务 他们代替发商品 8000件 乘以每件 0.1 那么算出800 应该不难 再看第二类合同 那么甲公司按照电商的要求的时间和数量发货 甲公司出售给电商的价格是每件0.25 电商对外销售价格自行决定 没有卖出商品油 电商自行处理 就这个问大家 能退货吗 不能退货 不能退货的时候 我们确认收入吗 那么通常情况下应该确认收入的 好 每季末结算 好 那么一共发出了2000件 那么再看每件成本0.1元 好 货款没有说到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要注意了 风向报数转移了 我们就应该确认收入了 所以借应收账款 代助营业务 2000件乘以每件的价格0.5 往前看 这0.25在这告诉我们 好 算出来的金额是500 代销向税 借应收585 同时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库存 2000件乘以1.1是200 好 收到货款自己看 你以为著作还是考试 就那么难吗 有那么难吗 没那么难 看多简单 当时考插作更正 插作更正 所以这块内容 就是掌握基本的应付考试 应该没问题 好了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题目的时候 原题就顺便说 原题当中有一个是每件0.1万元 它不是万元 是每件多少多少元 所以元你得换算成万元 别忘了这点事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以购销合同方式进行委托加工收入的确认问题 注意我们前面讲的委托代销 这块委托加工 委托加工 这个内容 这个案例本来我是想放到前面的 但前面呢 放到前面的话 有一个问题 收入没讲 所以放到前面 又怕大家接受不了 所以我给放到这 放到这的话 就是还是想说明 这部分的委托加工 能否确认收入 大家知道委托加工 我们前面讲过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 材料我的 我给你替我加工 比如说我这笔材料是木板 我原来讲个例子 木板 你替我加工包装箱子 然后 那么我把木板发给你了 那么这个木板对你们来讲 是水贷管物资 对吧 然后呢 我给你们加工费 加工费后发给我就完了 不就那一过程吗 那么如果上市公司中 它操纵利润的话 那么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我实际中碰到过这种例子 那么就是说 审计当中 有个学生跟我说 从我们那个审计时候 就有一个内容 他说这个内容啊 应该是不确认收入 他确认收入 比如说 他怎么着 我这个材料发给你 木板发给你了 我卖给你 卖给你 然后你们加工后 你再卖给我 我再购进来 这种情况下 在实物中 真正来讲 应该看合同 完全要遵循合同 而且要遵循 实质中行事 下面来看那题目 A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工业专用装备 以及大型特殊 特殊缸的一种 精断件 这个特殊缸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还有精断件 这个精断件 如果你们下工厂的话 精断件什么样 大型的一个断件 这个断件 比如说啊 你们见过那个火车 那个轮子 可以吧 还有大型的一些这个 比如说这个发电机 发电机用大轴承等等 一般都特别庞大 这种断件 那么这种断件 铸造出来后 那么要经过这个 车洗爆 车洗爆后 那么这个光度非常光的 所以这种就是精断件 因为我在工厂待过 所有知道这种东西 有时候这个断件比人都高 真的比人都高 好 那么他的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的大型断件生产企业 A公司与B公司 没有关联方 通过签订销售合同 那么这形式将材料 委托将材料销售为B公司 并委托B公司进行加工 同时与B公司 签订商品采购合同 再将加工后的商品 再购回来 好 第一 A公司向B公司销售商品 与B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 同日 A公司又与B公司签订了 采购合同 那么再把东西再给他买回来 但是价格上当然有差异了 里面差了加工费呢 好 那一般来采购价格大于销售价格 第二 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采购 或者销售合同的要素 类似于加工承揽合同 类似于加工承揽合同 所以真正就得看合同 合同标题直接为 A公司采购括号加工括号 合同或者销售括号加工合同 那么合同内容显示 委托方为A公司 出现这个词眼了 委托方这个词了 那么加工方为B公司 也出现这个词了 看见了吗 那么质量技术标准为 那么委托按照什么 这个尺寸大小等等 按照要求走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不管他 那么A公司和B公司签订的 对外这个协同加工合同 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 外协加工合同 外协加工合同 分为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 在管理上一一对应的 比如说上市公司 A公司与无关第三方 签订合同 那么他怎么编号的 那么这么编号 那么XS 什么意思 销售 销售 那么时间也告诉我们了 这时间这个型号告诉我们了 那么对应的采购合同 那么他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采购 CG采购 也是A 也是2012 那个是2A至2B 从这字眼上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块内容 那是采购合同销售合同 但实际上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是委托加工 再接着看 3 A公司将采购合同 在这告诉我们 对采购合同不具有撤销的权利 加工方 收到的代加工材料后 必须严格按照与A公司签订合同 那么进行加工 然后销售B公司 除此之外 加工方无权按照自身意愿 使用和处置该批材料 加工期间 加工方要保管这些材料 那么由于加工方保管不善 致使A公司这个材料回损了 灭失了等等 都是对方来负担的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说真正来讲 我把这批材料发给你了 发给你以后 你收到这材料后 你只能备查账簿登记 如果委托加工的话 你只能备查账簿登记 因为产权不是你们的 那么这批存货 你们没有处置权 因为你们要替我加工 然后再给我 如果说我真正卖给你了 就不是这么回事 我要卖给你了 应该借存货类科目了 那么所有权是你们的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那么亏损了什么 或者自然灾害 损失是你们的事 不是我的事了 是这意思吧 好了 从这里来看 还是委托加工的内容 但非加工方保管不善 导致A公司之毁损的 灭失的 那么A公司承担相应的风险 好 A公司提供原材料 主要材料 那么所占用的比重 这个所占非常小的辅助材料 那么由加工方自行采购 这个是主要材料 主要材料是委托方提供的 也辅助材料由加工方自己来提供 四 票据方面 根据合同和相应的采购合同 A公司分别向加工方开出增税销售网票 并从加工方取得进向增税网票 好 那么采购价格高于销售价格 那个差额由 对方支付给他 问题 A公司上述经验有作为销售处理合适吗 作为销售和采购金块处理是否恰当 作为销售和采购是否恰当 你要作为销售的话 就要确认收入 好 那么作为委托加工的话 就和收入没有关系 所以上市公司用它的操纵融利润 那么用这方法就可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本案里中 A公司和B公司通过销售合同形式 将材料销售 销售俩字打算一号了 销售给B公司 并委托第三方进行加工 同时与B公司签订商品采购合同 再将加工后的商品回购回来 那么A公司分别开出增税发票 还要取得增税进行发票 好 接着看 然而 看见了吗 转折了 根据合同约定 A公司对采购合同不具有撤销的权利 且在交易开始的时候 A公司既与加工方 同时签订了一个销售加工 一个采购交合同 那么锁定了材料的销售价格 和加工后产品的采购价格 那么在该交易中 加工方的收益是固定的 它不就是一个手续费 加工手续费吗 在交易开始就被锁定了 所以加工方并不会承担 与加工材料有关的价格的变动风险 也不存在加工后产品销售不出去的风险 其次 代加工材料发送给加工方后 非加工方保管不上导致的材料毁损等等 那么A公司承担风险 A公司承担风险 那么加工方管不着 你知道吗 此外 因加工方无权按照自身意图 使用和处置该材料 因此加工方 无法享受与该加工材料所有权有关风险报酬 也就通过处置和使用形式 所形成的经济 这个内容和我没有关系 那材料人家的材料 对吧 材料人家 我只是个代管 代管 那么加工方在这 并不能对该些材料 这些材料实施有效的控制 所以这些材料也就是受托代管 这些材料也就是受托代管而已了 第二 委托加工模式下 所加工的材料物资 仍然属于委托方存货 根据A公司与加工方签订的销售合同 或财务合同 A公司与加工方交易 实际上是由委托方提供原材料 那么受托方垫付少量辅料 按照委托方的要求 那么加工 然后收取加工费的基因活动 在交易中 A公司仍然保留 与所加工材料所有权的有关风险报酬 所以在这 那么材料所有权属于A公司的 而不属于加工企业B的 综上所述 那么与所加工材料所有权有关风险报酬 继续管理权 有效控制权 都没有从A公司转移给加工方 仍然是由A公司保留的 产权属于A公司的 所以A公司在这不能确认收入 整个过程都应该按照委托加工的原则处理 所以插索工程会了吗 会了 所以就这种情况 那么叫遵循适中行事 不要看他那合同有销售俩字 还是采购俩字 要看合同内容 好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案例 放到委托代销这来讲 这个委托加工内容 明天早上 你不可能知道 有效益 也不要看我 你不可能知道 什么啊 你不可能知道 他一直在用 闭材料 你不可能知道 一下 上开工人 这个 你不可能知道 你不可能知道 你不可能知道